你剛剛講的那一位 他有上百億的身家 三十幾年前我就寫過他的 他的人生 他跨越台灣 他是台灣的奇蹟啊 你知道嗎 郭台銘是上千億 他是上百億 不過 不好意思 他現在因為他人已經不在台灣 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開郵婷出去了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但問題來了 有人只是聽了柯文哲一場演講 就決定兩百萬給他熟悉一下 對吧 柯文哲的魅力嘛 人家都要給他 要怎麼樣 給他不是問題 有沒有違反政治先進法申報 才是問題嘛 為什麼柯文哲要在外面欺騙 無知的小草 捐我兩百塊 我沒錢 我真散耶 對吧 捐我兩百塊 結果他的錢多到 目前那些錢多起來 多到已經可以買多少豪宅了 你知道嗎 你忘了高院花回這個 地院庚采的那個裡面 寫得多清楚的諷刺他嘛 他對自己的金流清楚得很 做賬做得亂七八糟 對不對 做得一大糊塗等等 錢多到嚇死人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很訝異 十幾年前在幫柯文哲的時候 以為柯文哲講的話 真的是像真的一樣 有那個機會台灣 台灣尤其是台北市民 給他一個機會 不自愛 今天才會關在台北看搜索裡面 尤其是錢嘛 這些人我跟你講 還不包括之前的 這些台派的金主 一筆一筆的給他 都沒有開搜紙啦 台灣民眾黨 如果到時候把所有全部 全部都弄出來 你們知道什麼東西 坦白的啦 你以為只有台北上 這些人捐錢給他嗎 那一屋一屋的人 那一桌一桌的人 那些人 我跟你講 不是柯文哲搞了這個事 很多人 大家不想把話講出來 很簡單嘛 這個檢察官並不在於 重點不在於 傳喚所有的人來 而是因為他可以證實 這些人可以證實 USB一線檔裡面的 一五零零萬金小省 確實是一千五百萬台幣 這才是要定他最的 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至於到時候 還會有哪些企業主曝光 我覺得應該 上市上櫃公司都跑不掉啦 我聽到了 甚至有的不是 上市上櫃公司 也有就是那種 身家很兇 他不要讓他的公司上市 但是他本身就是在國外 柯文哲不只是 親自去找過他 然後也帶過高鴻安去找過他 也跟他吃過午餐 在他的辦公室 我有看過照片 他跟高鴻安 這個柯文哲 在他們的辦公室吃飯 所以他會去想辦法 去找這些人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 還想像一下說 柯文哲以前說 最討厭藍綠 跟這個財團的距離 跟關係 但是你沒有想到 其實他也在暗中 經營這些關係 而且不斷的想辦法 去能夠募款就募款 所以當這些 全部披露出來 只是會顛覆大家 對柯文哲的人設說 以前他都不是這樣子 現在大家知道了 其實也不完